欢迎收看大象真白 我是二师兄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单词 CAPTCHA 这个单词 一些学过编程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比较眼熟 其实 CAPTCHA在我们的网络生活中 随处可见 你在几乎所有的网站登录界面 都能看见它 它就是验证码 这个单词其实是个缩写 翻译过来就是 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试 在验证码出现之前 售票网站可能出现几万张票 被黄牛通过程序瞬间买走 还有一些网站 被恶意一次性注册上万的账号 生产各种垃圾信息 甚至投票都可以被操控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他叫路易斯·冯安 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副教授 他其实最开始是研究加密的 后来开始研究 如何在网络中区分人和计算机 CAPTCHA这个概念 就是他提出来的 典型的CAPTCHA就像这张图这样 给你一张包含扭曲文字的图片 再给你一个文本框用来输入 人的眼睛可以很精准地识别出这些内容 然而机器就不能 但是近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机器也变得越来越聪明 于是验证码就有了这些变化 吐槽验证码可以说是 网络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 但是即便如此 CAPTCHA在区分人机方面 仍然是个非常简单 而且高效的方法 这个小小的发明 为世界上所有的网站 拦截了大部分的恶意注册信息和垃圾信息 而面对CAPTCHA的成功 路易斯·冯安却郁闷了 他意识到当全球范围内 每天大约有两一次的验证码输入 每次输入大约耗时十秒钟 这个数字乘以两亿 全人类每天就浪费了50万个小时 来输入凡人的验证码 于是他就开始思考 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创造价值呢 2007年他创立了ReCAPTCHA 跟CAPTCHA相比 ReCAPTCHA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 最大的区别就是代识别的单词 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然而这恰恰就是ReCAPTCHA的玄机所在 这两个单词中的一个 来自于某个真实文本的扫描文件 但是这个文本可能由于年代久远 或者印刷质量差等原因 很难被OCR技术 也就是光学字符识别技术 准确识别出来 而ReCAPTCHA做的事情 就是让每一个输入这个验证码的人 都当了一次人肉识别器 帮助电脑识别文本的内容 但是问题来了 电脑如何判断你识别的是对还是错呢 这就用到两个单词中的另一个了 这个单词是ReCAPTCHA知道答案的 如果这个单词你输入的是正确的 那么系统就认为 你输入的另一个单词也是正确的 把这个过程让十个人冲铺 如果他们的答案一致 ReCAPTCHA就得到了一个准确的 电子化的新单词 说白了 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 就是通过牛叉的重包 来帮助书籍电子化 推特和其他35万个网站 都在用ReCAPTCHA 每天电子化的单词数量 大概是一个亿 每年可以完成250万本书 ReCAPTCHA可以在短时间内 帮助纽约时报 数字化了从1851年至今的所有文章 共计1300多万篇 而这一切仅仅是通过人们 在网上输入验证码来做到的 后来 路易斯丰安这个绝妙的项目 被Google收购了 但是天才真的是天才 他没有停下脚步 再次出发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项目 Dolingo 中文名叫做Dolingo 这是一个线上的语言学习平台 和ReCAPTCHA在某种程度上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把需要翻译的文本 网页等商业文件 分解成小短句 分发给语言学习者们 来练习翻译 用户在提升语言水平的同时 还帮助了Dolingo 完成了企业客户提供的语料翻译 根据计算 将维基百科翻译成西班牙语 在10万用户的前提下 5周可以翻译完成 在100万用户的前提下 80个小时就可以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订阅三连和分享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